1月4日缅甸军方推动的大选 为了有模有样的欺骗世界人民 竟然选出了50个政党 装模作样的进行参选 其中还有9个国家级的政党 这些政党的党魁不是退休的军人 就是军头的亲信或者情人 都是一丘之鹤 蛇属一窝之人 各地参选的41个地方的政党 都是支持军人政变的这些团伙 他们也心知肚明 这是选举的性质 军人集团为了把这个戏演得像真的一样 要求这50个政党建立自己的党的办公室 这也就为难了这些政党 有些所谓的政党 就是支持军队的个人还不是组织 他们这些政党表示 明目张胆的挂牌不合适吧 他们有点不敢 除非金人能够给予他们安全的警戒 不然轰的一声一天 哪天就上了西天 如果是实在必须要建立 只能是在外面不为人知的地方租个房子 在屋内挂个政党的牌子 这样也算两全其美 军方现在也经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只能同意就这么办 这些乌合之众搞起来的政党 怕受到缅甸人民的清算 必须藏起来干坏事 这些参与政党的军人同伙心虚 从开始光明正大的支持军人 到如今胆战心惊的做贼心虚 这样在鼠洞里的大选 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大炮已经轰到他的洞口了 小鬼们都开始东张西望 随时准备要背叛 明安来这些组织啊 军人还淡定的准备大选 真实意图就是 他们已经走投无路啊 趁大选甩锅给这些政党 以便脱身暗中去使坏 当选的政党利用民选的话语权 又开始新一轮的欺骗 他们这一出的窝里戏 最终也是演了一个寂寞 因为没有任何的观众去配合他们 假的也真不了 一个自称武功盖世的这些高超的骗子 装模作样被一拳打倒 显现真身啊 军人真有实力 就应该在战场上显示出来 是驴是马拉出来一溜便知 选举不选举就省一省吧 还是举手投降 更现实一些 军人大力宣传的选举之际 军控区的现状是 没电没水没网络 盗匪横行 军警 塔尔皇之的到处的罚款抢劫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拦下车子 当地人就要几万免币 中国人那可都是几十万起价呀 青年人抓钉啊 分不清是绑架还是抓钉 反正逃过一劫的人啊 就感觉自己啊心有余悸 劫后余生啊 这样的一种庆幸 特别是去这些机场 尤其是仰光的国际机场 像去了一个鬼门关 奉劝中国人现在要回国呀 尽量叫出租车去机场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 出租车司机也是多要一万两万免币 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 弄不好你还会因小失大 最近几天有中国的朋友送朋友去回到国内 在机场的入口必须交出这些证件 抵押给这些入口的管理处 出来要取这些证件 你猜在多少 最少要收四十万免币 多了七十万都有 有些国人就大发雷霆 这有什么用呢 人生地不俗啊 能耗过这些狗日子的吗 进入机场的这些中国人也不会淡定 入后期史的大门之后 刚过完安检 马上就有所谓的工作人员 非常热情的过来笑脸相迎 帮你去临行李啊 你推托都不好意思 你还是觉得 哇靠这个服务真的把我当做高人一等啊 这么好的VIP服务 很多国人就是昂首挺胸的 享受这个服务 没想到到后期史门口啊 刚放下行李 就不是那个小费啦 一张两张的 拉着行李不给最少五万免币 你就别想走 边上的刚要想去啰嗦几句 马上被这些警察破口大骂 还有的人在行李里或者包里啊 随身还带着一些免币 没有用完的 几百万免币也有吧 被安检人员发现之后啊 说你违规携带免币 那就要没收啊 总而言之 他们就是为了抢 这就是缅甸当下的军人的与政局 缅甸军人有恃无恐 他们也不敢搞别的国家的外国人 有些看似中国人 他们一拿行李 你立马用英文 或者用其他语言去责问他 这些人立刻就散去了 而是对中国人啊他们表现得很友好啊 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的脾气 乐善好施有所谓的包拨情意 也是帮助他们嘛 虽然这些人啊吃相有点难堪 但毕竟是往自己人的带着礼取钱 不算过分呢 如果看到我的节目啊 看到飞哥的节目的已经经历过的朋友啊 我也只能安慰一下朋友们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安慰更好一些 这样的军人政权 没有人应该半点的值得同情 期待他们了 你要是想过好的日子啊 消灭军人那可是一个关键 昨天在仰光的兰达亚工业区的早上的六点 兰达亚的干果天然气的商店 遭到了当地游击队的手榴弹的袭击 石户长当场就被炸死了 街区的副区长及其家属也被炸成重伤 两个车被烧毁 这个店就是曼德勒媒体拉军用机场服役的 妙伦少校家属所有啊 炸死炸伤的都是他的家属 自从缅甸空军狂风乱炸自己的百姓 抓捕杀害革命的家属 地下游击队其实早就盯上了妙伦少校 在仰光兰达亚的家进行 对他进行了监视 因怕伤及无辜 迟迟没有去动手 就在昨天早上又是看准了时机 进行了精准的打击 革命军也表示 对军人和这些家属 这些警告无效之后呢 将继续的以牙还牙 你得抱怨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军人疯狂的对待自己的人民 他们的家属却是马照跑舞照跳 哪有这么多的好事啊 这些顽固的军人家属 大数多数还在地方担任重要的一些职务 还加快加紧的迫害缅甸的民众 军人在前面杀戮缅甸人民 家属在后方奴役自己的人民 好事都被你们给占了 他们杀人也不讲人道 你杀他们 他们说你不人道 这就是现在国际上的有一些所谓的道德的婊子 定的一些规则 缅甸人民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则 应该向以色列人学习啊 谁动我我动谁你不动我我觉得你有苗头我就提前动你啊 这也是他们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经常挂在嘴边的 正常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思维 做正常的事竟然能够成为英雄 说明这个世界已经不太正常了 著名的昂德马金店老板乌昂三文在曼德勒机场就被扣下 没收了他的护照 军人集团政变之后 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 怕同船的人啊 跳船逃跑 军政府内政部就规定了 银行建筑贸易 黄金贸易金店等知名企业家 全部限制出国 除非是军人允许他们才能出去 为军人办事 与军头们有亲属关系的这些人啊 好像就不再此列 这样的规定让有钱的阶级抓了瞎呀 惶惶不可终日 家财似乎已经被军方所拎上了 瞄上了 一举一动受到了监视 军人下面这些牛鬼蛇神 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些偷偷摸摸的事 整天想着分一杯羹 若军人夺权成功 缅甸分田地打土豪 那就不是梦了 头脑清醒的 政变之后迅速的与军方切割 财产分散 当时军人还顾不上这个茶 我亲眼看到不少人走了这一步 有些人已经在国外 慢着轻松的舞步 人哪必须人无远虑必有金融 鼠目寸光 看着军人手中的权力 与魔共舞 与军人共同欢畅的进行曲 到头来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今天老板吴昂三文 也许是个已经清醒的人 他本来就想蒙活过关 但军人已经下了死的命令 估计他花钱买通 已经不管用了 要的就是你全部的身家性命 我一直说要做好人 做好人 但是你别上人家的贼船 上了你就吓不来了 有些人你是喊也喊不住 自己就要往上跳 他们既然对自己人都去吓痛吓杀手 对自己这个同胞 就是缅甸人对缅甸人 还怕对你这个外国人吗 尤其是被忽悠来的这些国人 已经投资的落子无悔啊 没事找事的应该早点的清醒了 别至早不自在啊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播报 还是感谢大家长期对我的支持啊 你们动动你们可爱的小丑 点赞评论转发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缅甸的真相 这样也能够帮助多灾多难的缅甸 也让缅甸人啊 对我们华人有更好的一个印象吧 我们下集再见